所以你看我们的祖师 十三祖 印光大师 你看印光大师 他的坊间留房 只供一尊阿弥陀佛 然后供一杯水 我们供佛像 其他的可以不供 最重要供一杯水 大家要记得 这些蜡烛 香 水果 这些花 你可以不供 供一杯水 因为佛不需要吃这些水果 佛也不需要这些蜡烛 不需要 那个是表法 供一杯水 为什么要供水呢 教你修清净心 你的心要像水一样 谦虚 做人要谦虚 不能傲慢 不能自傲 不能供高我们 就是水的代表 你看印光大师 每天就是这样 供一杯水 在桌子上 只有一部经 哪一部经呢 阿弥陀经 你看 你看他人家 老老实实 一句阿弥陀佛 而且在坊间门口 写了一个字贴在门口 什么字呢 有没有人知道 印光大师的很有名的 写了一个死字 死亡的死 死字贴在门口 房间的门口 提醒自己 每天提醒自己 所以很多人啊 问那个 印光大师啊 师父啊 不给力啊 怎么把这个死 写在门口呀 提醒自己嘛 人生无常嘛 念佛要紧啊 往生西方净土要紧啊 世界上都是假的啊 都带不走的啊 念佛要紧 就是这个目标 所以以前啊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也蛮可爱的了 以前木偶本有一位居士 师父跟他认识很熟了 十几年了 那有一天那要过年嘛 打电话 师父能不能写一个法宝 这个新年到了嘛 我就写了一个字 不是我写的 我请人家印出来 从那个电脑 印出来很大的一个字 然后用红纸的纸 把它印出来 什么字呢 死字 然后把这个死字呢 寄到末本去给他 然后他收到的时候呢 他打电话给师父 他心里很难说 我师父啊 新年嘛 大吉大利嘛 新年快乐 师父你怎么能够写这个字呢 这个不吉利啊 你不是教我写法宝嘛 提醒你嘛 这个就是提醒你啊 你看新年到 说明什么 你的说明又减了一岁了 你还不觉悟 你还在搞那些 你看我们每年不是要过新年吗 哎呀 新年快乐 花起发财啊 不是时间也过了吗 提醒大家 你还没见到他 是谁啊 你看这种 你要不要 试图